台灣主要反對黨表示 持續受到來自中國的 電腦黑客的攻擊目標 是該黨明年的總統大選計劃 民進黨說過去四個月內 至少有12起黑客攻擊 追查後發現襲擊來自中國或者香港 民進黨的官員說 襲擊針對明年1月 該黨的總統和立法選舉競選計劃 自從於大陸皆為友好的 國民黨2008年掌權以來 北京與台灣 總統馬英九之中下的台灣 一直在改善著關係 北京與支持台灣獨立的 民進黨關係不佳 北京希望台灣和大陸統一